清朝的后宫等级制度 经过努尔哈赤时期的草创阔略 宫为未有未好 皇太及时期的未好记名等微渐变 顺至皇帝的多方摸索 一定而未行 直到康熙年间才点至大背 形成了等级森严 尊卑分明的明确制度 其中东六宫为景人 城前 中翠 严禧 永和 景阳 西六宫为永寿 义昆 楚秀 季祥 长春 贤府 皇贵妃及其贵妃 非平等居于东西十二宫 而贵人 常在 答应择随上述高等妃嫔居住 清朝奉行一夫一妻多切婚姻制度 作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皇帝虽然同样奉行此等婚姻制度 但具体的施行办法 自然更光明正大 理所应当 皇后 位列中公 母仪天下 乃系皇帝的正妻 皇贵妃 贵妃 妃嫔乃系皇帝的妾室 拥有封号 可入正室 而贵人 常在 答应就相当于皇帝的通房丫头 既是高等妃嫔的奴仆 又有侍奉皇帝的责任 除皇后外 其余后宫妇人均称妃嫔 而皇贵妃即为妃嫔之首 地位仅次于皇后 一般情况下形同妇后 正因如此 清朝宫廷对于皇贵妃的禁风极为甚重 所以 从贵妃禁风为皇贵妃 就成了后宫妃嫔 最难逾越的一道鸿沟 其禁风难度之大 甚至可以比拟 激励皇后的难度 那么 从贵妃禁风为皇贵妃 到底有多难 我们从皇贵妃禁风的四种情况中 就能明确看出 其一 地补王后 最终禁风 康熙二十年 康熙皇帝的第二任皇后 孝召人皇后入葬景陵帝宫 康熙皇帝下令禁贵妃 童家室为皇贵妃 成为康熙后宫实际上的后宫之主 康熙皇帝虽然念语客后嫌疑 直到童家室临终才将其禁风为皇后 但也开启了从皇贵妃 向皇后过渡的纪律办法 也就是说 皇后崩式 中宫须选 皇帝需要先册封一位 涉六宫式的皇贵妃 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 再予以册封 继立位后 乾隆皇帝的第二任皇后 继皇后纳拉氏 就是经过了 测位皇贵妃 涉六宫式 又月三年 乃测立位后的过程 这类皇贵妃的册封 需要为此相当 循序而进 需要秀与名门 降忠适得 更需要得到皇太后的首肯 但更重要的是 这位妃嫔 需要皇帝的绝对看重 恩宠程度 远非其他妃嫔能级 其二 无义立后 统领后宫 乾隆三十年 继皇后纳拉氏 和乾隆皇帝之间 爆发了著名的帝后矛盾 继皇后被收缴皇后 皇贵妃 贤贵妃 贤妃共四份侧保加值 基本等于费为了平位 继皇后虽然被不费而费 但其毕竟没有被名指费除 所以乾隆皇帝 便进封贵妃 为家世为皇贵妃 代行皇后职权 执掌后宫术 这种无义丰厚 却能统领后宫的皇贵妃 最能表现皇贵妃的 形同附后之意 道光二十年 道光皇帝的第三任皇后 效全程皇后崩式 道光皇帝下令 进贵妃博尔 积极特使为皇贵妃 总设后宫 这位执掌后宫 长达一零年的皇贵妃 同样属于无义立后 统领后宫的代表 这类皇贵妃 基本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 只需要皇帝恩宠非常 信任有家即可 其三 临危进封 以表殊荣 因为皇贵妃的形同附后 会对皇后的地位和权势 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所以只要皇后能够正常行使职权 一般不会常设皇贵妃 注意 事不常设 并不包括短暂的 象征性 安慰性的临危进封 雍正三年十一月 皇后纳拉是在位 但贵妃年是病重 雍正皇帝下令进封旗为皇贵妃 乾隆十年正月 皇后复查是在位 但贵妃高家是病重 乾隆皇帝下令进封旗为皇贵妃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 皇后纳拉是在位 但贵妃苏是病重 乾隆皇帝下令进封旗为皇贵妃 这类用以临终安慰 或者用作冲洗之用的进封 也是皇贵妃位分最为常见的进封方式 很明显 这类皇贵妃同样需要皇帝的特殊恩宠 其次 新皇恩宠 太妃晋升 先皇驾崩 新皇登基 出于对前朝妃嫔的台爱和优待 新皇一般会对这些名义上的庶母 予以后宫位分的进封 这类皇贵妃的进封 在晚清时期出现的极为频繁 咸丰皇帝的丽妃 祁妃 同治皇帝的惠妃 巡妃 于妃 晋妃 光绪皇帝的锦妃 真妃等 都被后世帝王逐渐进封为皇贵妃 这类皇贵妃不关乎先帝 只关乎新皇或者皇太后 太皇太后的恩宠 其武 道德舒坦 王后受追 此类皇贵妃的进封 在于皇帝对宫氏妃嫔的念念不忘 或者新皇出于政治目的 对前朝妃嫔的追封 康熙帝皇十三子 宜亲王印祥的生母张家世 因其子宜亲王允祥衔 而被雍正皇帝追封为皇贵妃 乾隆帝皇长子 永皇的生母复查世 崩逝于乾隆皇帝登基之前 乾隆皇帝念其生育皇长子 将其追尽为皇贵妃 此类皇贵妃的进封原因 几乎不关乎进封本人 只是为了抬生其子女的出身 或者寄托皇帝哀思 综合来看 上述四种情况的皇贵妃 未愤进封 都离不开皇帝的特殊恩宠 而这一条件却是清朝后宫妇人 最想得到又最难得到的 从贵妃到皇贵妃 虽然只是一级之差 却不知道敖摆多少青丝 平添多少皱折 甚至行将旧母 乃至婚后多年才能实现